好了,我们讲二十一对人说恩典的话 首先当然我们处理我们里面的路气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所有的负面的想法 所有负面的都可以处理 然后才能够说游和的话 圣经说游和的石头是骨 结断骨头 就是说我们游和说话的时候 起码可以修补关系 可以改善关系 这个就是很重要 这个必定是来自里面的平安 就是耶稣说我心里游和谦卑 他很温柔谦卑 所以当我们犯罪 圣灵不许骂我们 圣灵用很游和的方法感动我们 这个就是神这种 他的能力,他的平稳,安静,他的智慧 很多人经历神对他们说一句话 一句话,他就马上中担都离开了 烦恼都放手了 这个就是神这种恩典 他的恩典,他的同在,他的话语的能力 好了,那平时我们建立关系 必定是说很多游和的话 必定说很多欣赏的话 欣赏的话就建立关系 在无论是家庭 基督徒或者是士风 我们都能够说游和的话 人就被建立 这个不是假的话 不是虚假的话 而是证实的,这好像神看我们 神看我们是很看重我们 很欣赏我们,看到我们的美好的地方 是神提升我们 所以他看到我们的美善 我们的美好的地方 神就会在圣经里面说很多游和的话 例如说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都不能不得赏赐 其实神可以这样说的 你还有很多没有做好 你不要以为你做得很好 神可以这样说 但他没有这样说 他就说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都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鼓励我们 也告诉我们 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情 他可以这样说的 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很有能力 你犯罪什么都不能做 耶稣可以这样说话的 但耶稣没有这样说话 你发觉他说的话都是很正面的 很正面 这是彼得快要否认耶稣 耶稣说什么呢 彼得 彼得西门 彼得 撒旦想要 晒 是不是 晒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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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晒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是的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见顾你的弟兄 耶稣已经接纳他 我已经为你祷告了 魔鬼要攻击你 但我因为你祷告 我已经关心你了 叫你不至于是的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见顾你的弟兄 就鼓励他 你回头之后 我要使用你 这个就是 神 耶稣对 彼得所说的 游和的话 他 必定想了很多次 必定 放在记忆里 耶稣曾经对我 说这句话 你想一想 他回想的时候 他必定非常的感动 其实他 后来他否认耶稣 耶稣看一看他 他就哭了 然后他会想到 耶稣已经知道 我会否认他 但他就说 我因为你祷告 就你不至于是的信心 这类的话 效果更好 但如果 很多人说这句话 因为世界的文化 都是说 你没有用 你做得不够好 你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人都是说这句话 人听到 就令他失去信心 没有动力 破坏 所以我们去建造地中 好了 我们这里 这些 神经病说什么话的 耶稣爱你 耶稣一起读 耶稣爱你 耶稣看中你 你是宝贵的 我欣赏你的努力和进步 神在你生命中 有奇妙的计划 神想大大使用你 我支持你 我愿意帮助你 继续成长 这些都是说一些 支持的话 都是说正面的话 正面的话 更令人有 鼓励 有帮助 批评的话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悔改 你做得不好 这些话 反而令人觉得会信 所以我们明白 说不好的话 不会得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为说话之前 先想一想 我说什么话 能够对他有帮助 有些时候你说 他是不好 那我怎能对他说好话 我们 求神给我们机会 有些人可能对我们说一些 不好听的话 你做得不好 什么不好 然后 我们就问神了 怎样 怎样 可以回答他 可能你可以说 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就留意了 我就留意 谢谢你提醒我 他的路去就离开了 因为你有何的回答 你不被他冒陷 你就 不放在心上 说的话就有何了 而且对人 多说一些好话 我欣赏你 谢谢你 所有的安排 我欣赏你的心 这样投入 在帮助 弟兄姐妹提升训练他们 这是非常美好的 你们有心 你们今天都投入的学习 非常好 这样的话 我真心地这样说的 你们有心学习 这个是非常美好 这个是正面的 正面的 欣赏 正面的话 正面的话是怎么样 让人知道 他的努力是好的 他有做的 好的地方 是好的 他们有前置 可以进步的 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些就是 恩典的话 我对我的太太 常常都是说 友好的话 常常都说 恩典的话 我常常都说 有你真好 我喜欢你 我享受你 我跟你一起最开心 都是说 开心的话 我的确是觉得 她是这样 我可以不说出来 我说出来 她就被肯定 她跟我相处 就越来越开心 我们两个相处 都是很开心的 每一天都是开心的 这样的话 我就没有后顾之忧 也享受生命 我的确是享受生命 我享受 我享受 婚姻 我享受世风 我享受教导 你看我 今天整天的教导 你看不到我 好像累啊 没有心情啊 不想做啊 因为我是 也是对自己 受苦力的话的 神欣赏我 我也欣赏自己 我也欣赏别人 我们 虽然世界也不好 但我们有好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开心 这个就是 恩典的话的来源 好了 二十二继续 很多时候 我们也 需要处理问题的 就需要说 律法的话 就是 很多问题 需要处理的 怎样做得更好 怎样沟通更好 怎样事风更好 有什么困难 都要处理的 在这里 我写了几方面 第一 是探讨 探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都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 我们就去 探讨一下 我们用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例如 家庭里面 吵架 孩子不听话 这个对孩子 也有帮助的 孩子不听话 那你就跟老公说 我们怎样可以解决啊 而不是说 很多人会这样说 而你不好是因为你啊 这句话能够帮助吗 不能 但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方法 是你啊 你教出来的孩子就是这样 你教出来的信徒就是这样了 但没有帮助 但我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我就探讨了 那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改善呢 可以进步呢 这句话有什么好处呢 令人觉得被尊重 他的意见是重要的 你有没有发觉 周围的人接受你的意见 还是不接受 你跟家人提议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通常的反应是 好啊 好啊 好意见 还是他们说 不好不好 你的意见都不好 或者是不回应 你留意在你周围的人 去接纳你的意见 还是不接纳 有接纳 有没有不接纳 也不接纳 因为身边周围的人也很少 就是说 那要不然就是没有像别人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 我想说的是 世界上的人大部分很容易 都是说 不去不去 不能不能 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 人就是容易说 不能做的事情 其实他可以这样说的 如果他不同意 他也可以说 有什么原因 你有这个意见 有什么益处 有什么 这个整个应用出来 可以这样说的 但大部分人 不会这样说的 都是 大部分人都是很容易批评 但如果有人 你说一些意见 他说 这个意见好 或者是说 让我想一想 怎样应用出来 你觉得可以怎样应用出来 这个就觉得 被尊重 是不是 所以提问是一个好的方法 也是教导孩子 很重要的方法 教导孩子 例如 你很宝贵的 你知道吗 你是很重要的 神要祝福你 你相信吗 这是让他看到 它是宝贵的 它是重要的 当他明白 它是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你是这么宝贵 你觉得怎样 可以越来越宝贵 越来越发挥 其实 这种 方法 很少人用 很多人在家庭是怎么样 孩子 你不听话 你不读书 你怎么样 你真的 做得不好 他以为只有方法 有效 但其实 更大的反抗 但如果让他们知道 你是宝贵的 我们可以怎样 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进步 孩子 怎样进步 他会 觉得被尊重 有可能会改善 好了 这里 其他的例子 你觉得我们的关系 可以改善吗 可以怎样改善呢 你想不想我们有更好的沟通 你觉得这样对孩子说话 会带给他什么感觉 就是让他思想一下 那引导跟探讨有什么分别 探讨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方法 继续一起探讨 孩子有这个困难 教友有这个困难 我们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 引导是这样 我们知道有一个方法 我想引导他想到 你觉得怎样可以解决 教友的问题 灵命的问题 怎样可以解决 但很多人沟通 例如同工沟通 有些人会容易这样说的 这个人不好 不好 不好 有些人教导不好 他这个教友 很多问题 真的很困难 都是说出困难的地方 或者说 某个人做的不好 都是他不好 这样的话 就是人容易用 容易用律法的话 律法就是批评 或者是吩咐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但探讨 引导 提问 就是说 有什么方法 可以处理 人会觉得舒服很多 好了 教导 下面了 有些时候需要教导的 但我们可以用提问的方法 我们更多聆听和回应 对方会不会更好 继续去教导他 聆听和回应是好的 反复思想负面的话 会不会更好 其实我们想教导他 不反复思想是更好的 但我用 我们不去思想这些问题好不好 会不会更有帮助 我告诉你 如果你能够用这个方法 沟通的话 就会很有帮助 等一等 我会操练 我与你们操练 但现在解释一下 吩咐 吩咐是 吩咐有些人是这样 快去倒垃圾了 快去要做什么 这样的话 就去给人一种压力 但我们可以怎么样 请你帮我洗碗好不好 我们一起洗碗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你所做的 这个就是一种 尊重他的方法 指责 很多关系破坏就是指责 都是你教导孩子不好 就是你做得不好 你不能帮助人 通常都是这样的 但我们可以用引导的方法 你觉得指责就是真的 教导他 他不听 然后我们就说 你觉得你这样知道 带了什么后果了 你觉得你这样说话 会带给人什么感觉了 我们可以怎样改善呢 这些我是告诉他 有错误的地方 但不是要用强硬的方法 很多婚姻 很多婚姻 在未结婚之前很开心 追求对方很开心 但结婚之后 为什么不开心呢 就是因为很多拒绝 或者是很多强烈的吩咐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 你没有做 你不负责 所以家庭就怎么样 你不听我的话 你没有关心我 其实世界上的人 大部分都是用律法的话 所以都是很多不开心的 很多负面 结果是更不好 但有些人以为 这会更快 你快快去做 快祷告 快悔改 觉得快一点 但造成什么后果了 它里面有一种反抗 你为什么命令我悔改 就会反抗 但我们可以怎样 带领人去悔改 我们可以说 你觉得你这样说话 会不会有 会怎样影响人 你觉得 我们是不是要 祷告求神 赏免和帮助 这样就比较 命令他去 悔改 效果更好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 大部分人的习惯 我曾经辅导 辅导不同的夫妻 就发觉他们很多都 都是沟通的时候 我解释这个恩典的话 也有 犹何地说律法的话 我讲出这个方法的不同 我就鼓励他们 现在你现在处理一些问题 在我面前处理一些问题 你看看能不能够用 游和的方法 因为很多夫妻关系 就是愿意用负面的方法 用律法的话 所以关系就不好 然后他们就试试 但很多时候 他们就会说一些负面的话 很容易说 他不会做的 他做不到的 这不是他的习惯 马上就说不能做了 这个我看 我见过很多很多 他们回家也很难保持 这个需要刻意 但有些人说 这个太难了 要思想怎样帮助人 怎样与他沟通 太难了 太难了 这是因为 这个需要操练的 好了 我们现在操练一下 细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 没有祷告 不想祷告 那我们可以怎样 引导他去多祷告 你想一想 我让你想一想 然后我就 你可以说出来的 你觉得用什么方法 引导他 帮助他能够有动力去祷告 用正面的方法问他 就是说 如果有人是 他没有动力祷告 你知道他的属灵的情况很弱 我们就可以说 你在这个情况 你觉得你有没有从神得利 这个我没有说他没有得利 我没有说 你是不是不能从神得利 不能的话 他就觉得我已经觉得他没有 我就说 你觉得神有没有给你力量 或者是你想到神有什么感觉 有些人会说 我想到神我就很快心 有些人会说 我想到神我就觉得很愧欠 这是了解 但不带上一些负面的意念 或者是说 你觉得你能够从神得利吗 你有没有 你想不想从神得利呢 用正面的方法 令他觉得被郑重 你觉得有神的力量好不好 这是几句话 都是正面的 有神的力量好不好 大部分人都说 好啊 有神的力量 好啊 我就说 那你有没有得到这个力量呢 可能他说 很难啊 很难 我就说 你现在可以看着我 就思想 最重要思想 我会告诉你 因为我是多年 超练这些 所以对我来说 马上我就出来了 但很多人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需要放在记忆里 怎样应用出来 所以说 很多人很容易就说 你没有祷告 没有力量 你要祷告 你需要祷告 但我用提问的方法 你会不会觉得 有神的力量 是很好的事情呢 神 你有没有经历过 神给你力量 你有没有曾经经经历过 你信主之后 有没有经历过 神的平安 轻松 能力临到你身上 有没有啊 你想不想 以后都在这个状态 你想不想 以后都从神得利 你想不想 以后都享受 与神的关系 你想不想 享受神 你想不想 享受生命 这些不同的方法 都是正面的 如果他说 我想了 但我不能做到 不要紧 你想已经 第一步好的 这个是欣赏了 你想已经去 第一步 所以很好的 你想就可以进步了 你想 你想改善 就已经去进步 我就欣赏你 你必定会改善的 那 然后他说 那我怎样有力量 这样你就可以教导 因为他问你怎样有力量 你就可以教导 你就可以说了 但说的时候 也许有很多恩典 其实神有很多恩典 礼物 力量 想赐给你 你也可以听我的 留意听 很重要的 不要看这个 不要看这个手机 告诉他 留心听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句他说 我没有力量 怎么办呢 我们要给他盼望 神有很多礼物 要赐给你 有很多力量 要赐给你 当你 听见他 你真心地说 神啊 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没有力量 我需要你 神已经很开心 他必定回应你 他必定将力量赐给你 为什么 这样说会更好了 因为 我会让他看到 神的美善 就是恩典 神的恩典 鼓励他 神很想祝福你的 他有奇妙的计划 已经写在册上 已经写在册上 他很想你进入 你想不想进入 很多时候 我们就可以问他了 你想不想进入 你想的话 你听见神 就马上得到了 神就开始给你 但可能你 不是马上有很大的力量 但你开始依靠神 已经开始有力量 神就喜悦你 你听我说的时候 好像很容易 是不是 但怎样 能够了 现在再考虑一下 你第一个回应 你说 神已经赏了你的罪 神已经为你死了 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这句话 是讲出神的恩典 问题是 他在这个软弱的情况 我们需要首先回应 然后你所说的 这是说 你悔改 神就赏免你了 你这个是什么呢 属于哪一方面呢 你去教导 这个没有问题的 不是错 你去教导 你悔改 神就赏免你了 但 有些人会接受的 有些人会很接受 但有些人 他在软弱中 或者是他自己在这个内疚的状况 我们怎样 可以回应 首先回应他的状态 他的感受 犯了罪 有什么感受呢 犯了罪 觉得 你 内疚 觉得很难脱离罪 觉得很软弱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问他了 在你的情况 你有没有觉得 不舒服 这个情况 可以问他的 我听到 你有 犯了这个罪 有没有不舒服 令你很难受 他说有 你想不想脱离这种内疚的感觉 你想不想能够得到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很难讨神的喜悦 这个因为 人家知道他的罪 所以我们可以问这个 讨 你想不想讨神的喜悦 但不要用负面 负面就是说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能讨神的喜悦了 这个就是负面 你想不想讨神的喜悦 你是不是觉得困难 但你想神喜悦你 他说我想 这个就好了 你想就好了 这个第一步 你想神 赦免你 喜悦你 也除掉这个内疚 神很愿意做的 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他最想愿就说 对神说 神啊 我需要你 我内疚啊 我里面有很多罪啊 我需要你的帮助啊 神很喜悦 他必定喜悦 他必定喜欢 整个天堂就喜欢就祝福你 所以你来到神面前说 神啊 我需要你 他很喜欢 他就祝福你了 这样的话 我就用神的恩典 吸引他去悔改 神 神是神感动你 有这个悔改的心 当你说神啊 我需要你 我想你 除掉我的内疚 神就很喜悦 因为你想处理这个问题 是神感动你 他就很喜悦 是神的恩典 神为我们做的 这是他感动你 推动我们去悔改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如果 这个如果 你们刚刚真的犯了罪 严重的罪 然后我就说 你们要悔改 祷告 神就赏免你 虽然这是真理 但你是觉得 我心里还有不舒服啊 就是好像我没有回应你 但如果我说 如果我知道你已经 觉得不舒服 我知道你犯了罪 对心里觉得很不舒服的 你想不想 除掉这个不舒服 让你舒服一些 当你 听我这样说的时候 跟起初的话的感觉 有没有分别 当我 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 好像更 柔和 所以 体气更 柔和 然后 有一碗 是怎么样 跟 容易接受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 柔和的心 非常重要 就是想到这个人的困难 所以你想再想 耶稣 这个十二年 写漏的妇人 摸她的时候 她这个妇人很怕 后来 她承认了 去她摸耶稣 然后耶稣说 女儿 放心 你的心 救了你 耶稣是用恩典 女儿 你是我的女儿 你是宝贵的 重要的 我是看中你的 看中每一个生命的 放心 不用担心 放心 轻松就可以了 来到我面前 你的心救了你 不需要你做 每一样事情做好 你信就可以了 信靠耶稣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这个就是 我们里面充满这种恩典的话 你说的话 都会充满恩典 但这个必定来自 你里面的恩典 因为我里面是 充满欣赏神的 我很喜欢神 我也 看到神的接纳 神的摇述 神的帮助 神的感动 是非常美善的 所以我会常常告诉人 其实是神感动你 有一种悔改的心 是神接纳你 祂不去骂你 祂是柔和地感动你 是不是很好 当人犯罪 通常别人会怎么样对他们 别人会骂他 但神不是这样 祂不去骂你 祂是知道你的痛苦 祂感动你 悔改 当你悔改 天上就会你欢喜了 当你说神要帮助我 神就很喜欢 祂就乐意地帮助你 我希望你 从心底处 能够有这种 游和的心 为什么呢 我形容我的内心是这样 我看到有人有问题 我第一个反应 不是说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你要做什么 我不是第一个 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觉得困难 我知道你觉得很难对付这个情况 所以我第一 能够说出他的困难 然后我就说 其实神也知道 神也很想帮助你 我说出神很想帮助你 跟 说你悔改 神就赦免你 是很大的不同的 因为我说出 呼应他的感受 刚才我已经示范怎样说了 你看看现在能不能够再说一次了 我刚才说的 你能够再说一次吗 如果我们知道 有人有犯了罪了 觉得很内疚 如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内疚 我可以问他 我听到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今天又不用强烈的话 如果我知道你犯了罪了 得罪这个人就严重一些了 我知道你犯了 或者说这个话 令他有不舒服的感觉 我今天找一些 柔和的方法说出这个情况 你的内心现在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他说 我觉得内疚 我就会马上欣赏 有什么地方做的对了 我就马上欣赏 你会觉得内疚 这个是非常好的开始 因为你知道你做错了 你需要神的赦免 这个是非常好的 神早已很想将很多恩典给你 他看到你在最终 他的心是关心你 当你悔改 他感动你 当你悔改 神就很喜悦 他必定祝福你 提升你 他也会给你力量 我首先说 他会给你力量 然后我说 当你倚靠神 你就有力量 我不会第一句说 你要倾尽神就有力量 我不会说 你倾尽神就有力量 我会说 神很想将力量给你 当你倾尽他 倾尽他 就有力量 这个很大的分别了 一种是怎么样 你倾尽神就有力量 是你先做 但我现在说的是 神在感动你 很想将力量给你 当你回应神的感动 神就很喜悦 他就将力量给你 所以我是先说 神的作为 才说我们怎样回应 但我们回应神会怎样 怎样 回应 这个 当人都是这样 友好说话的时候 教会里面的气氛就很不同 如果讲到的时候 都令人觉得 被关心 你现在跟我沟通 你会觉得被关心 是不是 被关心 你就有动力进步 你觉得你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是想这样 但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们说 你们没有悔改 神怎样祝福你呢 你要马上悔改 神就祝福你了 虽然他有恩典 但他的语气 跟方法 是首先讲 你说什么 做什么 然后神就赦免你 就不是说 我所说的 我再说一次 就是说 神有很多恩典 想赐给你 很想祝福你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任何人犯罪 我犯罪也是同样的后果了 我犯罪就破坏我的生命了 魔鬼就偷窃 杀害 伪坏 我们就会不开心 神不想我们这样 祂很想这样力量寄给我们 当我们回应神的感动 神感动我们 首先 神感动我们 当我们回应神的感动 祂就很喜悦了 祂就这样福气放在你生命中 你就发觉你真心的悔改 神就提升你的生命 一步一步的进步 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你与人的关系也不一样 你夫妻的关系更好 家庭关系不好 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好 你的整个关系 整个关系就很好了 就是让他看到神的作为 神的心态 神整个做工 当你回应神 神很喜悦 神就祝福 神也提升 你有没有留意神的感动 神的感动就是多 代表神在看中你 祂在带领你 你呼应神 神就很喜悦 祂就大大的提升你 祝福你 我想说这个教导 虽然是简单 柔和的引导 但不难 很难应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不到怎样说 这个需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种 看到神的美善 看到神的作为 然后看到 这个人的需要 他的困难 然后说出神怎样的心态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说出神的美善 首先是我们自己 看到神的美善 我们看到神的美善 我们里面整天都享受神的美善 怎样建立这种能力的 就是读圣经的时候 都常常想一想 例如耶稣说什么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常 你常 杀害陷阱 可被差遣 到你这里来 我多次教导你 好像母亲教导小记一样 但是你们不愿意 这几句话 他说出以色人的抗拒神 但他说出 我多次 教导你 好像母亲教导小记一样 虽然他是举着以色人 但他带着恩典 带着他 我怎样 顾念你们 怎样想祝福你们 只是你们不愿意 但你们愿意的时候 这个祝福就灵在了 所以我们从耶稣的话 我们就看到他的 犹何谦卑 他的 借纳人 圣经里面 这是在旧约圣经 有些人说 旧约有很多 很多律法 批评 但 其实 旧约也很多恩典的 得赦免 其果 借怪其罪的 自然是有福的 就 你们的罪 睡像猪红 必变成血白 睡红于大年 也必白如羊毛 这是 神都去说出他的美善 何必死亡呢 为什么找这些漏水的池 我去给你这个 这个池有永远的 活水的 所以耶稣说 信我人从他负重药 流出活水来 就是 都去应许很多的祝福 你就看这些应许 放在心中 常常充满神的应许 为什么很多人 没有多看神的应许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都是充满律法 你要做好 财人喜欢你 你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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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都是觉得 很大的压力 但如果 他们明白神的恩典 装满神的恩典 他们说的话 就会有恩典 因为太多人 都是要求要求 所以圣经里面 说很多恩典 他们都看不到 他们只看到律法 圣经有律法 他们 但是看到律法 但你听我说话 我常常都看到 恩典的 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没有 看到 例如 大卫 打 戈利亚 我听到一个牧师 讲道 他讲道 他这么勇敢 勇敢 这个故事不是讲 大卫整个勇敢 这个故事是讲 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 我打你去靠 业火的力量 是业火的能力 是神的恩典 不是大卫有这个能力 是神的能力 但他整个经 整个讲道 都是讲大卫 怎样勇敢 是他自己怎样好 不是说神怎样好 这是很多 例如 约瑟 被各个们出卖 有些人就说 他倚靠神 亲近神 这个的确是真的 但很重要是 神怎样保守他 神怎样在他 虽然他 开始的时候 必定要埋怨的 但神就感动他 让他看到神的美善 他就 由和撒来 放下各个们的批评 虽然各个们出卖他 虽然圣经没有说 但他必定要处理 为什么呢 他去到他主人的家中的时候 有耶和华同在 因为他必定去处理生命 必定去 不去整天埋怨 他整天埋怨 就没有耶和华同在 他是整天扎美主 所以有耶和华的同在 是神改变他 所以我看任何经文 我都看到神的美善 这是摩西 摩西是不是很伟大呢 他说 我去口试 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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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普通话 奔石 奔 奔 石 奔石 是神 赐他这个 聚会聪明 也赐他这个能力 虽然他也发露 神也惩罚他 但神还是大大的祝福他 每一次的祷告 耶和华的荣光就降临在他身上 降临在这个地方 这是神的恩典 我们从整本圣经 我们去宣扬 那叫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 过敏者的美德 他的恩典 所以希望你常常 记得他的美善 常常宣扬他的美善 让人明白他的美善 就喜欢神 喜欢神就很乐意的 西风神 很乐意的尊重神 希望你们建立 慢慢建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